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今天这个双十二 今天大家有没有上网买东西呢 双十二也非常非常的优惠 今天双十二对马来西亚终于拿到一个好消息了 马来西亚终于成为了世界第一 成为了世界第一 这是货真价实的 这个不是在那边酸 不是在那边嘲讽 有外国专裁 他们选择在全世界的五十多个城市里面 他们投票选出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成为全世界认为最适合他们居住的城市 我们住在吉隆坡的人 这一回真的是脸上有关 所以等下跟大家分析一下 几个吉隆坡的好处 当然我们不忘讲几个吉隆坡的坏处 而且这个坏处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觉得这些坏处是坏处的话 那你就很适合住在吉隆坡 我们先看一下新闻吧 有一个叫Internation的网站 就是专门外国专裁的网站 里面的很多会员 每年都会选一个全球最移居的层次 去年吉隆坡成为全球最移居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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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你要放弃这个梦奖 而吉隆坡是赚不到钱的 只要你没有想说要在吉隆坡赚很多钱的话 那么住在吉隆坡呢 绝对绝对的让你会住得非常非常的满意的 因为你要拼事业呢 你终究得去华尔街啊 你终究得去新加坡啊 这些地方呢 或者东京啊 北京啊 这些才能够发展你的那个事业的 而吉隆坡呢 是一个适合你生活跟居住的城市 对于那个事业要拼搏的呢 这个是吉隆坡比较欠缺的地方 那么当然对外国专财来讲呢 人家是外国企业高薪聘请的 人家拿的薪水呢 可是USD美金的 那么对于这种赚USD的人 赚美金的人呢 啊 毫无疑问的 我可以说得很老实的 真心话很老实的 但是吉隆坡的确是最适合居住的 啊 那么这个 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啊 Kauanpur is the best city in the world to live in according to the expectariat OK 这些外国专才很鹜的 他外国人呢 最爱住在吉隆坡 那么这个是 的确是自有这样的感觉的 啊 因为在吉隆坡呢 你可以看见了 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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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的人都有 而且他们都非常喜欢住在吉隆坡 吉隆坡也是村庄罕见的,甚至少见的,非常非常罕见的乡村城市 这些画面并不奇怪 在大城市当中,你还会看到这些乡下的建设,乡下的房子 这些是马来风马来的乡村 也包括华人的乡村 因为华人有几个大新村都在吉隆坡 我这里有镇江,沙勒秀 还有几个大小小的新村 通通都是在吉隆坡的范围之内 沙登、娇赖的几个新村都在吉隆坡的范围之内 这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所以在吉隆坡生活呢 如果你去其他全球的大城市生活 你会发觉到,哇,那个生活费呢 它城市就是城市啦 在新加坡生活,城市就是城市啦 在北京生活,城市就是城市啦 东京压力最大了 它城市就是城市 但是吉隆坡就非常的不一样地 在吉隆坡生活呢 你会感觉你完全生活在乡下 所以很多大马本地人呢 他从这个乡下集居到吉隆坡 居住之后呢 他就不再回去乡下居住了 因为住在吉隆坡跟住在乡下呢 是没有多大的差别的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最近呢 我们发觉到呢 这个城市的物价的差距呢 开始逐渐的拉近 反而这个乡下地区 物价呢一点都不会比吉隆坡 大都会便宜 这个是一个最新的那个现象 那么这个 所以呢 如果你要真正享受你的人生 享受你的生活 享受你的家庭呢 这个吉隆坡呢 你住在这个城市呢 你完全没有那种城市的压迫感 完全就像跟我在乡下居住了20多年 然后也在吉隆坡居住了20多年 那么 我可以讲的就是呢 我住在吉隆坡20多年呢 完全跟住在乡下20多年呢 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感觉 那么这个就是我个人认为呢 吉隆坡最独特的地方 当然再来呢 第二点呢 最好的就是那个cost of living 那么目前呢 存球的物价涨了这么夸张呢 存球通过膨胀了 很多大城市呢 很多人睡在街上的 去东京看东京 虽然不睡街上 东京有麦当劳难民 东京有网咖难民 他们就直接住在网咖的 晚上睡在麦当劳的 那个纽约啊 那个加州啊 加州有人睡巴士了 就是 那一时住行呢 连住都成那个问题 那么如果在你住那个北京上海呢 哎 我们看那个中国公司请人啊 哎 月薪2万啊 美农师去洗一个脸 做美农师 月薪2万人民币 上万人民币 请都有 哎 如果你月薪2万人民币 现在在北上管生啊 很穷 跟你讲啊 没有用的啊 啊 如果你在吉隆坡呢 你月收入超过2万 跟你讲你就是活在天坛当中了 啊 你不用到2万啊 吉隆坡呢 你只要月收入超过1万马币呢 你完完全全是活在天坛 甚至不用这么高的 你只要是M40呢 就是5000马币 收入以上 就是那个 那个 大概1300美金左右的 那个收入呢 你在吉隆坡呢 你完完全全是活在一个 一个非常非常天坛的世界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外国人的感受 也是我住在吉隆坡 这么久的人呢 深深给大家的一个感受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看一下 几个不好的地方 那么 最不好的 就是因为马来西亚整体的 那个政治原因 政治因素嘛 而且最近的政府呢 在开倒车呢 最近呢 那个政府 就是明年开始呢 他要收这个外来 总之你在外国呢 你赚到钱了 那个政府从未要抽税 大概是3%左右 直接给你抽掉3% 那 后面6个月 明年7月开始收 那么 反对党呢 要准备呢 去反对 但是呢 这个其实是呢 据说呢 是他执政的时候呢 他提出来的 被现任的政府呢 解盘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所以只要这个 境外收入 所以呢 那个真正实施的话呢 明年呢 基隆坡就绝对不会是 存球第一名的话 因为人家的钱呢 人家是外国的收入嘛 这些外国专台的什么 都是外国的收入嘛 中了税之后呢 明年就不是 绝对不会讲基隆坡第一名了 然后这个 马股呢 现在你在马股 这个股票呢 印花税呢 成为那个区域最高 不止东门 就是区域最高的 你买卖一个马股呢 抽的税是最高的 所以这个都是重大的威胁 所以这导致外资持股比例呢 已经跌到那个15.1% 很多外资会逃离马来西亚 然后加上其他的种种的 那个政治因素呢 所以你在大马居住的话呢 你只要 如果你完全不关心政治 完全不看政治呢 这个政治呢 也的确影响不到你什么的 而且是实际上他管得非常非常放松下 但是呢 他会对你的 人生对你的事业呢 他真的会有很大的影响 这里的那些政策呢 是不友好的 你要自力更生的 你不要说 这里的政府呢 会帮助你的事业呢 给你一点的护士 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他不像新加坡政府 你有一个项目给新加坡政府 新加坡政府给你捧到 上华尔街了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啦 就是 当然他的这种散布管呢 也是好的 总之你住在吉隆坡 他也没有理你 是怎样的 你住就住就是了 非常非常地自由 那么这个也是吉隆坡好的地方 所以最重要呢 就是对有收入的人来讲 吉隆坡的确是非常的天堂 所以吉隆坡有这个超高级的社区呢 这个就在我这里的这个TESLA Part City呢 就在我的附近啦 我虽然不住在Part City呢 我都在Part City的外围呢 基本上呢 差不了太远了 我们都过着同一种节奏的生活 非常非常高素质高品质的生活 这个也是每个吉隆坡人呢 一直一直想要住的一个社区 那么除了Part City呢 如果喜欢住高楼大厦的 就是这个满家的这个Montiara 那么Montiara呢 当然大量住着这些外国的专才 所以他们现在会投票呢 给这个吉隆坡成为存球第一名呢 当然很多都是住在Montiara 或者是住在Part City的 所以他们的眼中呢 看见的吉隆坡呢 的确是世界第一的 Part City的确是世界第一的 所以他们住在这个全球最好的社区里面呢 他们自然会认为呢 吉隆坡是全球最移居的那个城市 因为很方便嘛 吉隆坡什么都可以做嘛 只要你不放法呢 吉隆坡什么都可以做的 而且对外国人呢 是非常非常放松的 大马政府对广国的国民呢 就比较严格 对外来的人士呢 有人讲他们对大马人民已经是网开 因为对外来人士呢 几乎视而不见就对了 那么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优势吧 对 一论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吉隆坡的所有的 在这个 跟这个城球所有国家来比的话 你在新加坡的话呢 你一个月赚三千块新币 你都不够啊 吉隆坡呢 绰绰有余啊 这个 这个生活的开销是非常非常的低 特别是如果你有境外收入的 你赚美金的 赚新币赚澳币赚这些 英镑的 在这个吉隆坡 因为这个马币一直在贬值 马币越贬值呢 哇 吉隆坡就越好住 我跟你讲 那么这些都是那个事实 那么对 所以对大家来讲呢 最重要你只要有足够的钱呢 吉隆坡的确实是一个很适合追逐的城市 而且呢 在这里呢 你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发展的那个机会的 他总比那个乡下来的好 但是呢 潜在的威胁呢 就是这个政治的那个问题 这个 既然有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好的 既然人家已经讲了 吉隆坡是全球人 外国人认为最好住的城市呢 但是呢 大马的政客呢 他们呢 不会在这个方面呢 去给吉隆坡加分 他反而呢 只会给吉隆坡降分 例如呢 他要敬酒嘛 哎 这个外国人住的城市啊 你看他来敬酒啊 啊 诸如此类的东西呢 他会时长时长的 会在这个 时长时长的出现 那么成为呢 有重大的那个影响的 如果大马的政治呢 是非常稳定的话呢 那么这个吉隆坡呢 绝对可以去到更远 而且他会牢牢的 定在全球最移居城市的第一名 好 今天暂时讲到这里 那么大家对于这个 外国人认为 吉隆坡是最好住的城市 那么大家有什么看法 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如果你还没有来过吉隆坡呢 那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来吉隆坡 好好的生活一趟 不要来几天就走 好好的住三两三个月才走 你就能够感受到吉隆坡的美好了 好 我们下回再见